各位早晨,這齣戲我會找來看純粹是因為我看到有Zoe Deutsch 因為我覺得她之前的花花很好看,她在Zombieland第二集裡也很搞笑 當然也因為我喜歡她的樣子,所以我是因為她所以看 但這齣戲我都以為是蠢色的 但這齣戲比我想像中很大,我也蠻喜歡,所以值得推介和說說 這齣戲的故事有一個裁縫,男主角其實是Wallpaper 這齣戲,Mark Rylance,如果你記得他在Tom Hanks的《Bridge of Spies》那裏 做其中一個男主角,那天我就已經覺得 這齣戲我之前沒有看過,但為什麼看那齣戲的時候 我覺得他好像比Tom Hanks好戲,他是個神人 他在這齣戲裏都很好看,他是男主角 就是講他做一個裁縫 他那間店舖,經常有些黑幫出現 因為黑社會都要穿衣服 經常有些黑幫在那裏流達 有一晚,其中一個黑幫的成員 他就中了一槍,走了去他那間店舖 他又在那裏 然後他就因為這件事捲入了黑幫裡面的事務 然後引發出很多他需要處理的危機 大概是一齣電影 他不多動作 大部份 他是惹怒 他是懸疑片 但是他不多動作 開槍 他也有一點動作 但是不多,不是動作片 主要是只是聊天 他有懸疑成份 有推動 有懸疑 有懸疑推理的成份 就是那類型 但是細節我當然不說 首先說我喜歡這齣電影 我覺得這齣電影最強的就是那些演員 那些角色 尤其是那個男主角 馬克萊蘭在這齣電影裡 他的表現也是很好看 就是超好看 由頭到尾都很好看 是一個完美的男主角 很好看 除了他之外 他身邊的配角也好看 就是Sowie Deutsch也好看 有一個做黑幫的 很囂張的那個人 也挺恐怖的 我之前沒有看過那個人 但是我覺得 那個人也挺好看 乃至於做黑幫的老闆 他一些手下 出鏡很少的其他黑幫組織的人 都是表現得不錯 唯一不好的就是 做黑幫的兒子 Dylan O'Brien 那我就覺得很麻煩 但是未必是跟Dylan O'Brien 相關 就是那個角色 他就是演一個黑人爭的人 所以那個角色我覺得很麻煩 但是其他所有配角 尤其是那個男主角 我也覺得是非常好看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這齣戲就是只聊天 主要是 所以當那些角色你喜歡看 那些演員演得好 我覺得已經是夠 擔起那齣戲的娛樂性 他沒有動作 但是很有娛樂性 就是因為那些人演得很好 他那個故事 我覺得是堅持的 你不可以當他是一個 推理電影 就是 猜一份 他有那些元素 例如 店舖只有三個人 然後有件事不見了 究竟是誰立了 你也可以從這樣的角度 他有一些 推理的成份 但是我覺得 你又不可以當他一個 推理的電影去看 他不是那類型的電影 但是他都有twist 有各方面 看到最後的時候 我沒有細心地想 但是on the surface 感覺上 我不覺得有很大的破綻 看完之後 我覺得 是很好的故事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滿意 尤其是有那些 好看的演員去支撐 我覺得更加是好 我覺得是 這齣戲 他節省的 其實來來去去 他整齣戲 就在那間 裁縫 那間店鋪 在那裏發生了 所有事情 基本上只有三個景 在那間店鋪的門口外面 然後在那間店鋪的入口 以及他入少少那間房 三個景 然後所有其他演員 在那裏出出入入 就做了整齣戲 但是我從頭到尾 我沒有覺得悶 我覺得那個娛樂性很足夠 我看完之後 很滿足 我喜歡 我很享受這齣戲 但是我自己喜歡 我也明白 未必是每個人都對的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有這麼多口水 打吧 有些觀眾是這樣 例如我爸爸 他一定不喜歡這齣戲 他喜歡看神槍手 一槍爆頭 整隻手飛掉 他要看那些才滿意 他一定不喜歡 但是我覺得挺滿意 你看之前 你要知道 他是哪類型的電影 他多數都是說 還有他那些 他那些 用口說出來 他不是說 有幾個人埋伏 他 把另一個人 他也有一點點動作 但是不多 我自己 我給他的評分 會是B減至C加之間 我暫時給他C加 但其實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但是未必是 每個人都對看 讓我來一個名牙 呢 到處 他 委員會 是 可以